今年首歌《黑語集》說 各區上演《水舞姦》 嘩!的士就這樣困在街上 司機大佬都速手無策 當然啦!今年第一個黑語 怎麼說得少呀? 天文台說 和燈雅曹相關的雷雨 今早影響廣東元朗地區 廣泛地區都錄得超過70毫米的雨量 而葵青和深水埗更加超過300毫米 連致名台長都忍不住在Facebook開攤 又來上班上學時間才下大雨 黑雨生下了1小時 期間教育局宣佈下午下學生停火 而不少地區都出現水浸 寶林路都變成水塘 柴灣斜路就變成河流 半山江德道的兩棟大廈中間出現瀑布 路面亦有水浸 沙基灣的馬路更加有路陷 水不斷從地底湧上來 簡直好像世界末日一樣 不過大家放心 天文台說 香港天氣未來會好轉 我們預計接下來幾天 天氣會逐漸好轉 到周末的時候 我們可以見一些陽光 次回到周末 感谢观看